大家好,歡迎收聽 蕭人說蕭話蕭男公蕭威 我是Jerry 今天我們來說一個人血動物叫做青蛙 因為我在經銷商這邊學到了很多的 教會我的事情 都跟人血動物青蛙我自己覺得 幾個月以來或這些年來呢 都有感而發的把它統整出來 那我們把它分成幾個維度來看 第一個呢是 經銷商其實教會我的事情就是 在做生意這一塊呢 當然我們當然都聽過就是要 冷血一點冷靜一點嘛 就是生意歸生意 但我們都知道 但是很多時候呢可能都會用一些感情在 例如說 琴禮法啊這些都可能都會 多多少少都會覺得啊 我們都認識這麼久了 把這個生意給你做這樣子 用感情在做生意 我覺得相對來說 很多的台灣的朋友或者是台灣人 相對來說在這一塊呢 都會比較的用感情多一點 自己我自己也覺得我自己會這樣子 我被經銷商其實點了很多次說 你Jerry你如果做生意的話 真的不要感情放太多 就是生意歸生意 該賺的錢要做 不能因為就是說 我們認識比較久 或是我們認識了 誰的朋友是怎樣子 的關係在 所以這個生意必須不做或做 所以呢 這一方面呢是 很多經銷商一直在教我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維度呢 另外一個維度呢 青蛙呢 他其實是個人寫的 我們都聽過嘛 就溫水煮青蛙 這也是我一直以來工作的 一個態度吧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很想要把工作做完 但是我們其實都知道 工作是沒有能夠做完的一天的 就有點像 溫水煮青蛙嘛 你每天都多一點點 每天都晚一點點 每天都塞一點點 像我剛到公司去做這個工作的時候呢 當然就會很想要把它趕快理順嘛 把所有事情都整理好嘛 所以呢 你就會想要再多做一點 早一點到公司 晚一點到公司 晚一點下班 然後就是多做一點點 每天都做做一點點 然後能塞則塞 後期呢 就會發現 其實這樣子是 不是很健康的 那我覺得這個原因就是說 自己不夠認識自己 那很多時候你是怎麼發現的呢 像我自己是因為 家裡的人啊 或是旁邊的人 能夠明顯的感覺 覺得出來 就是 我把時間放在工作上 那可能會有一些 小情緒 或者是 健忘症啊 或是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就會 丟三落四嘛 就有一些東西就忘了 OK 就是例如說你本來每天就應該要洗衣服的 然後你洗完衣服之後呢 你也忘記去亮了 就是這種很簡單的家庭琐事 那可能就會慢慢的被遺忘掉 我覺得要花時間去理解一下自己的容量 工作容量到底可以塞到多少 還在學習的當中啦 那我也發現喔 為什麼上海的工作時間 很多人上班時間都是九點半 甚至是十點 十點半 為什麼 他們不像就是其他的國家可能很早啊 八點 台灣 台灣我記得以前我工作的時候應該是八點還是九點就上班了 八點嘛 然後下午五點就下班了 對吧 然後我 上個月去澳洲的時候也發現他們其實很早的人就開始去上班了 大概就是八點八點半 基本上路上就都是 上班族 對 所以說 我在想 上海為什麼時間這麼晚呢 我理出來一個原因了 因為你不管幾點 在上海上班 你都必須得加班 反正呢 你八點到 也是七點走 你九點到 還是七點走 可能還是八點走 那 十點到 你還是 七點走 八點走 那你倒不如就晚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養成 為什麼 很多上海在工作的人呢 他們就是 有晚下班的習慣 因為第一個 他們也不需要去 太多時間去做菜啊 基本上大家都是吃外面 所以我算是比較 特類的 一群人這樣子 會自己做飯 不然呢 很多的人 基本上都是 叫外賣 甚至是 我有聽過很多同事是他們加班 然後可能七八點 晚上甚至就不吃了 就吃一點點的水果啊 或什麼 就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主要的 飲食是放在早餐跟 午餐 那可能晚上 甚至可能就是 稍微聚個會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 就是說 除了上班 這種像 溫水煮青蛙一樣 放假對我來說 其實也是 就是 你的工作是慢慢的 進入那個狀態 放假其實也是要慢慢的 進入那個狀態 譬如說如果你放一個長假 我沒有辦法在第一天 就馬上進入那種 很chill 就是馬上轉換成 放假模式 我沒辦法 因為 小手馬我畢竟就是 還是需要 看電話啊 接郵件啊 回客戶訊息啊 之類等等 所以我沒有辦法 很短時間內就 轉換我的模式到 一個完全 不接電話啊 不看郵件 當然我也很想這樣子 所以 除非等是一個 很國定的假日 就是說 真的是客戶完全 都不會找我 那我就會把我的電話 全部就是 轉掉 就甚至我把我的名字 抬頭都改成 就是沒有 就可能改成一個句點 因為客戶會在 就是搜尋欄 搜尋你的名字嘛 或者是你的公司嘛 那我就直接把他改成一個 句點 或者是 那就變成是客戶就找不到我 那 這是一個 小撇步啦 小撇步 就是說 你真的不想要被找到的時候 可以改一下你的那個抬頭啦 這樣子 好吧 那 當然我的銷售的類別 算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身邊的朋友 包含的是做 房屋銷售 保險銷售 汽車銷售 這種比較 貼名 民生用品的這些的銷售呢 他們會更辛苦 他們基本上 365天 都必須得 on call嘛 就是你的電話 就是一直要這樣子 反而是可能 週末或者是 節假日的時候 他們 反而是客戶最多的時候 所以他們反而是這時間更不能夠休息 所以我覺得是也 挺辛苦的 挺辛苦的 你也知道就是放假完之後 你還要再花時間回來上班 調整 重新調整這個心態呢 每一次呢 我都是 真的是 就是 非常非常的 痛苦啊 我真的是有一次 回來之後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跟我一樣 就是你 第一天回到辦公室 休假回來 你都不知道 我是誰 我在哪 我為什麼會在這邊 然後你打開電腦 有一次我真的打開電腦 我忘記我的電腦 密碼是多少 你知道嗎 因為密碼通常都是要大小寫啊 數字 什麼符號 每半年就要改一次 那我真的那一次 長假修太久了 修了應該 半個月吧 還是三週 我整個回來之後 完全不知道電腦密碼 然後 那一次真的登錄進去之後呢 我每天 就是那一整天 我都不知道 我人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打開電腦 就是 放空 然後 有 有郵件來 然後 看 電話 禮電話 然後 老闆在說什麼 都沒在聽 都不知道他在公殺回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在衝他回 那我也不能回家 因為畢竟第一天嘛 大家都在辦公室 你也不能就是 就不在嘛 對吧 然後說到 這一次出去玩呢 就是我前陣子去澳洲 跟 幾個朋友出去玩嘛 那 這一次的出遊呢 我真的真的 我真的真的差一點點 我真的覺得我會被開除 出去玩玩到差點被開除 這真的 很夭壽 為什麼呢 第一個是 當時呢 其實 在我還沒有進新公司之前 我已經答應朋友 時間 要 去澳洲了嘛 所以我的請假時間是 其實已經 請出來了 他媽的就 剛好就卡在月底 然後呢 現在我的新工作呢 每到月底的時候就是非常爆炸之忙 忙到那種 老闆都是加班到晚上10點 那我更可能的就是要加班個6點7點 8點都是有可能的嘛 所以就好死不死 就是卡在月底 然後因為當時我也還沒有進公司嘛 所以我也不曉得 然後我就也不敢 去請這個假你知道嗎 要請假這件事情就 非常的 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在9月初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辦法就是 要跟我老闆說 我也要請假 請個年假這樣子 但是呢 我Q3 第三季度的指標 就剛好就 也還沒有完成 所以你如果站在老闆的立場 你的 Team Member 要來跟你請假 結果呢 他的指標也沒完成 還要在你月底的時候請假 如果我是老闆 我真的是 會覺得這個人很不OK 我呢 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 我在 我要請假的那一天 我安排了出差 假裝我有出差 但是實際上 我是已經人已經在澳洲了 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因為 我老闆真的心情不好 然後我指標也還沒有完成 我真的不敢請這個假 所以我只能偷偷的 就先 非去澳洲了 然後就 電話語音這樣子 開會 然後跟客戶溝通 然後處理訂單的事情 然後就 非常非常的 緊張 那一天下午呢 我大概四點 我是晚上七點多的 飛機 我大概四點呢 我就從辦公室 很急的離開 假裝我要去跑一個客戶 但實際上呢 我是要去機場 所以呢 那一天呢 我就是一直非常非常抱著很緊張的 到了機場 然後我還穿了西裝 然後 到了機場 然後再換衣服 因為要坐長途的飛機嘛 你坐十個小時 不可能讓我穿西裝 又 細皮帶 對吧 所以我又把我的短褲啊 然後 休閒的T恤啊 拿出來換 趕快換一換 然後到了機場 但那一天呢 就是說 比較難的一件事情就是 半夜的時候 我們 那一架要從海南轉到澳洲的那架飛機 要起飛的時候 故障了 還故障兩次 結果最後原本是兩點 半夜兩點要起飛的 到了 早上的七點還八點 才起飛 等於說我又晚了 我們朋友 大概 六七個小時左右吧 六七個小時左右 接下來呢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這一次呢 會跟朋友去澳洲 這一趟旅行呢 其實是去年 我跟領主人 其實去了法國跟 西班牙 那當時其實本來是說 年底的時候 我們要一起去菲律賓 去潛水這樣子 但是呢 我們又先斬後奏的 安排了 我的家人 帶家人一起去意大利 所以呢 這一趟 菲律賓 答應他們的旅行呢 就 取消了 然後也沒有跟他們說 所以他們就去年就非常 不是很高興 OK 然後呢 就想說 不能再放人家鴿子了 所以在今年過年後之後 在聚餐的時候就說 那到底今年要去 還有沒有要一起出去玩這樣子 然後就 突然間就說 那要不去就澳洲吧 然後我就說 好也行 那就也不拖了 因為我的 個人風格呢 就是先斬後重嘛 先決定再說 反正呢 就是 決定了 到時候就會有辦法 你看 你如果當時在想說 啊你九月能不能請假 Q3能不能達標 第三季度能不能完成 我跟你講 就不用去了 所以 倒不如呢 你就先決定 到時候後面的事情再說 對 然後我的 我的 我的做法都是這樣嘛 所以 當時我們在三月的時候 其實就決定要去澳洲了 那當時其實我們是 兩對情侶就一起去嘛 所以就總共是四個人 後來呢又有一個朋友 那他現在還在念醫學院嘛 就突然間就說 欸那他也可以去 欸好 然後就變成五個人 在隔了兩個月 大概五六月 六七月的時候 欸突然間又說 他們的好朋友 有一對夫妻也想一起去 就變成了七個人 OK 我在 我的人生旅遊當中呢 有這麼多人一起出遊的 上一次應該是十年前的 畢業旅行去泰國了 那那一次呢 也是算是比較特別 比較多人 因為 其實我不是很習慣 跟這麼多人一起出去玩 因為每個人的喜愛 或者是吃的東西啊 或者是坐車 要走路 每個人不一樣嘛 有的人有公主病 有的人有王子病 有人會過敏 有人不會過敏 有人要吃海鮮 有人不吃海鮮 這種事情就很煩 對吧 所以就 你都已經休息了 就已經出去旅遊了 所以這種事情呢 問題越多 人越多就越雜 所以我就其實也蠻緊張的 但是呢 也好在就是說 反正都已經 頭都已經洗一半了嘛 然後越想越害怕 也沒用 反正呢 你工作也沒什麼時間 去思考這些 你也沒辦法 跟人家說不行 對吧 所以呢 當天我們去出發的時候呢 其實 七個人 我們分了四個班級去 有福建出發的 有 有上海出發 上海有T1出發 有T2出發的 然後有台灣桃園出發的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就是 空姐嘛 他朋友的老婆是空姐 從加拿大剛回來 然後就直接到桃園就 馬上就飛日本 然後再轉機到澳洲去 就 真的是一個空中飛人 真的是一個空中飛人 當然在以前 如果有這麼多人的團體活動的時候 我的idea其實是特別多的 但我因為 久了你知道嗎 年紀可能也有點大了 放假也不想這麼累 就隨便吧 隨便 反正到了那邊 我們第一天到了 雪梨的時候 房間都已經分好了嘛 隨便OKOK 反正吃什麼 我也都OKOK 反正就是團體活動 跟當兵一樣 大家好就好 喝什麼大家好就好 說到這個 紅酒這件事情 要喝紅酒 其實我本來的預算呢 是一天要喝三支到五支的紅酒 然後呢 品牌啊 價格我都已經挑了差不多了 但是因為要顧及 所有人的開銷嘛 因為有的人不是常喝酒啊 有的人也不怎麼喝葡萄酒嘛 所以其實我把整個 整個標準是往下降了 但怎麼說呢 我覺得大家 還好大家都是蠻開心的啦 其實我也覺得也無所謂 剛好可以幫我省一點錢 這一次也還好 因為大家不怎麼喝酒 讓我可以就是舒舒服服的 平常簡單的酒就可以了 荷包也滿滿的沒有花出去 很棒 然後呢第二天呢 就是因為我們住在雪裡的達令港旁邊嘛 然後我就也早起 我就習慣 因為早上起來上班就習慣早起嘛 然後就是慢跑去達令港旁邊 哇我真的覺得很舒服耶 如果住在那裡真的是蠻宜居的 就是跑個步啊 然後天氣很好 然後休息結束之後喝個咖啡 吃個早餐 可以就準備八點九點就去上班這樣子 整個就是挺舒服的 然後當天我們就在雪梨的市區 就是走走逛逛嘛 但後來我發現我們這一團 根本就是採購團 才剛走出去 街道大概不到半小時 就開始在Shopping 每個人就開始買香水 買香水 買Lululemon的 買什麼鞋子 買外套的 根本這一團就是採購團 OK 完完全全 然後呢 在隔天呢 我們就租車到了藍山 然後還去了酒莊 那大家很貼心的 就是真的我覺得 我們這一團的朋友 就是真的 非常的人 非常好 就是說他們也了解說 我很愛喝酒 也很期待的去酒莊的行程 所以想說那一天就是 也不讓我開車 就可以讓我喝酒 但是其實 我如果要 平每一個酒莊的酒款的話 其實我也不能每一支都喝 所以 當天還是我開車 我就是都把它吐出來 就跟正常的品酒 一樣就是 只品味道就把它吐出來嘛 但是就是真的 還是很感謝大家的用心 就是想要讓我喝酒 但我覺得大家喝得也很開心 很棒 然後當然去酒莊呢 不外乎就是荷包大師寫的一天嘛 因為那邊有 我們去了 Breakened Wood 它其實是澳洲前四名的希拉 那它 當然我沒有買那支最貴的 然後還是花了不少錢 然後還有一個Ivanhood 它是一個英國歷史過來的酒莊 在這邊有三代歷史 那它那邊 其實主要我買的 不是它的希拉的這支酒的品種 反而我覺得它的混合的 Branded還不錯 就是它有一些 赤霞豬跟梅洛這邊去混的 這個它的調配的比例 我覺得哇剛剛好耶 就是還不錯 所以就整體來說 我覺得很棒啦 然後 因為我們租車嘛 就是我們租了一台 非常非常大的MPV 當然啦 我必須說一下 就是 如果有要去旅遊的 坐在副駕駛座 其實這個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第一個我們在澳洲是 相反的 是右駕 然後再來呢 人身地不熟嘛 那還要看導航 又是左右 方向是相反的 而且又開高速公路 也有山路 也有四區的路 所以我覺得 副駕駛座是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真的上去就是水餃 你要提醒它這個導航 是不是哪裡 要轉彎啊 哪裡有岔路啊 因為有時候岔路很近嘛 你必須提醒人家 你還要負責幫他轉一些音樂啊 對不對 還是問他會不會咳啊 會不會餓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必須說呀 抱怨一下我們前幾天的復駕 那上來就開始睡覺 我坐在後面就 就什麼感覺 巴下去 很緊 就是 而且很危險啦 因為 你如果說晚上開車的話 是 所有人都在睡覺的話 那 你駕駛座 其實開車的人也會很想睡嘛 所以 我覺得這一塊呢 就是必須 要指責一下啦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坐 國內的 澳洲國內飛機 去的 凱恩斯去大寶礁潛水 這其實呢 這個點呢 也是為了我來的 因為是我想要 我自己想潛水嘛 所以我才想要去 凱恩斯這邊大寶礁潛水 那 一開始我也 沒有發現說 很多人是沒有潛水執照的 甚至 玩水的性質可能都不一定會有 但是後來呢 有一對 情侶就是 朋友他們就也去拿了 就是 短時間的去拿了一個潛水執照 然後 被我們算是被半強迫去的嘛 然後 我們也在船上就是住了一天這樣子 那兩天一夜的話 整體要潛到六隻 其實這個體力上是負荷上很大 所以我也覺得就是 很感謝 我們這一次的團友可以跟我們一起去潛水 就是還蠻棒的 然後就帶凱恩斯回到市區之後就是吃吃飯啊 我們就是 嗯 辦了一個自己的黑白廚藝大賽 雖然說 當天還是有點小意外 因為 很不幸的就是我們有人在潛水的時候 夜前的時候因為滑倒 然後膝蓋有點受傷了 就是 暴血這樣子 而且當天晚上是 要去看鯊魚 所以那個暴血完全就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 鯊魚還是有點嗜血性的嘛 所以 當晚他就沒辦法去潛水 後來到 民宿去煮飯的時候 就是因為要一直要 清理那個傷口嘛 所以這個比賽呢 其實沒有照我想要的方式比出來 但是大家還是吃得很開心 很棒啊很棒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又轉移到另外一個城市是布里斯本 那布里斯本是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 最完美最適合人住的澳洲的一個城市 當然我還沒有去過那個墨爾本 但我覺得布里斯本是 天氣好 view好 玩得多 吃得多 然後也沒有那麼多人會擠來擠去 那大家就感覺就是很chill的在一個海邊 比較像度假 但是那邊也蠻多上班族的 我早上去跑步的時候 散步的時候也都有看到 那其實他離黃金海岸也只要開車 只要一個小時 那到那邊就又哇塞 又更像是個度假很像佛羅里達 迈阿密這樣子 就一整排的海灘這樣子 哇就是非常非常美 然後天氣又舒服 又不會很熱 又很好曬太陽 當然如果不喜歡曬太陽就很麻煩嘛對吧 那我自己就很喜歡那邊 然後早上就是又去跑個步 然後喝個咖啡吃個早餐 其實什麼都還需要什麼啊 不用啦這邊就我覺得很棒 然後最後我們就去看了那個烤拉就是 吳衛熊嘛還有袋鼠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袋鼠原來可以長這麼壯 我可以分享一張照片在IG給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袋鼠原來是可以長這麼壯 我以為之前都是那個迷音梗圖在騙人 但是原來是真的耶 是真的耶 最後呢我也可以推薦大家在布里斯本 有一家慢烤的牛胸肉的牛排 非常非常非常煙燻的那一種 不是那種絲絲熟成或乾絲熟的那種限界 它就是那種用木頭去燻了24小時48小時 然後再去滷然後再去烤 非常非常非常爆炸好吃 非常非常推薦然後當然布里斯本這邊旁邊其實也蠻多酒莊的也可以推薦大家去 最後呢我們要從雪梨飛回上海嘛 所以我們最後一天就是回到了雪梨 那雪梨的時候呢當然我們就因為 每個人的行程也各自散了 所以最後一天我們就住酒店 Service的早餐跟外面的早餐其實也就貴了20塊錢的澳幣 其實大概就是澳幣是多少錢啊 20x5大概100 其實就貴了400塊的台幣而已嘛 所以我下來想一想 那我就乾脆在早餐在酒店叫他送來就好了 我就直接起來打個電話讓他送來 哇整個就是完美配上這個無敵的海景 結束了就是在雪梨的最後一天 當然其實我們在最後一天的晚餐其實是去吃了一家 算是Best 50沒有他沒有到Best 50 他是98就是第98名 但他在澳洲很奇怪他沒有米其林 他們有自己一個Chef Head的這個評比的方式 所以呢我就找到一家專門吃海鮮的 三個帽子的一家餐廳叫做St Peter 那他的料理方式都非常特別 他把海鮮做成Find Dining 那有各種各式各樣的料理方式 然後例如說像有把生蠔做成黃油 那我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有做海鮮做成塔的 就是那種甜點的塔 也有派各式各樣的料理 我都覺得他非常的厲害 關鍵是還不貴 那一餐花了多少錢 一個人是275的澳幣 大概是多少錢啊 大概是七八千塊吧 我覺得是還不貴 因為他整體的料理都非常好 那我當天還加了一個Wide Pairing 中間他配了應該是有八支酒給我 然後總共就八杯吧 然後再加一個甜酒 簡直完美 我覺得這個餐廳非常的棒 它是跟Grand Hotel Sherry的酒店一起合作的 它也是一個古歷史的一個建築 那我也覺得很推薦大家去吃 就是當然他我比較不那麼喜歡就是法式的翻譯單 就是有一些花啊 然後一口一口一口這樣子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海鮮料理的類似米其林的這種評比 非常的棒 很推薦給大家 今天要跟大家說就是說 要進入一個工作狀態呢 其實是需要花一點時間的 然後放假呢 其實也要花一點時間才能進入到那種最放鬆的放假狀態 其實我到了大概第四天第五天 我才有那種感覺真的是在休息放假的感覺 那當然就是回到上海之後 隔天我就去上班了嘛 就像我前面說的 我真的坐在辦公室我都不知道我到底人在這裡幹嘛 我還在 不是在海邊嗎 然後電腦打開 我真的連差點連自己的密碼又要忘記了 真的又要忘記 然後什麼人家來問我的什麼什麼 包價事情啊什麼客戶的事情 我都還要再花一點時間去回想一下過去的記憶 但是其實也沒多久 也就是十二天 兩週前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認真覺得就是 不管你是要好好的工作還是好好的放假 都要給自己知道自己的容量是能夠在哪裡 不要玩到就是失心瘋了 那工作也是不要工作到一個強度非常大之後呢 你自己收不回來 整個情緒啊生理啊都會有狀況 時時的都要關心一下你自己 要了解自己的工作能量到底容量到底能到哪邊 好吧 那下一集呢我會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前面說的 為什麼要經銷商教我的這些事情 為什麼要做一個比較冷靜 冷血的一個銷售 對你來說是一個有好處的 你不會吃虧 那下一集我們來好好分享這些 那今天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 大家拜拜